欢迎来到透视两岸IonChina单元 带您来看到大陆的航太发展 以往航太技术都是西方国家独占凹头 美国民航太公司SpaceX更是占领了一半以上的市场 但是大陆现在也展现了航太技术 大陆民航太公司01空间在5月17号成功的发射火箭 这枚火箭从研发到发射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01空间的创始人更且表示 5年之后就会有能力跟SpaceX竞争 研发团队兴奋鼓掌欢呼 开心拥抱 大陆第一枚由民营企业自主研发的火箭 重庆两江之星 17号顺利升空 今年上半年我们会完成我们X系列的首飞 全年我们会有三次的发射任务 到2018年底19年初 我们会完成我们M系列运载火箭的这个首飞 要完成这个巨大空城 不仅要靠团队帮忙 领导的角色也很重要 而最核心的人物就是他 林营空间的创办人舒畅 林营空间在2015年成立 短短三年间就让火箭成功升空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枚火箭从研发到发射只花了一年的时间 而且研发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32岁 我们公司是从2015年的4月份开始筹备 那么在2017年的11月份 那个我们完成了近两个亿A加仑的融资 那么加上重庆市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累计完成了近五个亿的融资 所以林营空间也是商业航天里面最有钱的企业 但其实公司创立时碰到不少困难 想要制造火箭不仅被嘲笑太天真 甚至还被说根本是诈骗 你当时跟他们说 我想自己做火箭的时候他们什么态度 跟业内人是讲还好 大家只是觉得你这个有很大的挑战 有创立 但是跟业外人讲的时候 确实大部分人会觉得你是有点骗子的感觉 虽然火箭成功发射 可是目前大卫星一半以上的市场 都被美国名太空公司SpaceX独占 但业内空间一点都不怕没有生意 从成立那天起吧 媒体都这么说 目前SpaceX定位的是做一些 中大型卫星的这个发射服务 而我们定位的是做微小卫星的发射服务 实际上是本质上还是差异化发展 火箭升空不仅让公司信心大增 业内空间更表示 五年后就可以跟SpaceX竞争 我们未来五到十年 是有机会 去跟他们在一些领域竞争的 全球都在积极发展太空技术 大陆航空市场更有上兆商机 零营空间也布局好商业蓝图 我们第一步是做成这个微小卫星这个领域的 一个全球的龙头企业 那么更未来 我们希望我们能用运载技术 能做成一种可以商用的 这个能够运人和运货的一个 可返回来的飞行器 大陆航太技术不断获得突破 重庆两江之星顺利升空 也代表大陆企业正式加入国际 分饰太空运输市场 记者综合报道 不止航台发展受到重视 全球也相当关心环保议题 各国不仅开始禁用塑胶带 许多地方也开始不提供免洗餐具 但是呢 大陆的外卖市场庞大 也衍生出了制造垃圾的问题 为了减少外卖所产生的垃圾量 大陆网络订餐平台 饿了吗 就推出了真的可以吃的筷子 不仅可以夹菜 还分成了三种口味 引起不少话题 不管是餐厅还是路边摊 几乎都会提供免洗餐具 这也造成许多环保问题 在大陆状况更严重了 大陆的外卖市场庞大 三大外送平台 每天大约有2000多万笔订单 这更产生了严重的垃圾问题 而且大部分的垃圾 都只能被掩埋或是烧毁 为了改善免洗餐具 带来的环保问题 大陆外送平台饿了吗 优先推出可以吃的筷子 这个特别的筷子 是用面粉 奶油 牛奶制造而成 还分成原味 抹茶 紫薯口味 让你吃完正餐以后 还可以把筷子当成典型 如果没有拆封 这双筷子也可以保存10个月 就算用完后丢在一边 它也会在一个礼拜内分解 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但可以吃的筷子 用到一半真的不会断吗 研发团队表示 这种筷子硬度非常高 想用牙齿咬断都不容易了 更何况只是拿来吃饭夹菜 目前 饿了妈的可使用筷子 只在初步测试阶段 只有两家餐厅提供 未来会不会扩大使用 还得看餐厅跟民众的接受度 毕竟这双筷子的成本 真的比一般免洗筷高出很多 虽然这双筷子还没有全面推出 但已经成功引发话题 也让饿了妈透过环保行动 更提升了企业形象 记者综合报道 很多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都会去上庙宇 请神明保佑或者是抽签来解惑 神明也是信众的精神支柱 但是在大陆河北 却出现了这么一种特殊的庙宇 叫做奶奶庙 寺庙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个人承包制 只要是有钱 就可以承包一个财神殿 光是每年的庙会 半个月就可以创造出 新台币两亿元的收入 大批信众前程参拜 希望神明可以保佑 全家平安 事事顺心 但镜头拉近一看 这间庙的神明 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同 放眼望去 一尊尊的神明一字排开 要网 财神 车神 各路神明通通有 但奇怪 车神不是头纹字笛 才会出现的称号吗 其实这间庙不是普通的庙 神明也不是普通的神 这是大陆河北的奶奶庙 这是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当然是意义线 红牙山 后山奶奶庙 但奶奶庙的由来 到底是什么呢 叫王莽跟刘秀 追到这儿来 然后我们这儿 后山奶奶救的他命 刘秀回去 赠了几个奶奶 修的是黄金奶奶庙 原来在西汉末年 王莽谋权篡位 刘秀举兵讨伐 却被追杀 是被山奶奶庙救回了一命 之后王莽被杀 刘秀登基成汉光武帝 就帮山奶奶庙建了这间庙 管理员这样说 你应该就听明白了吧 奶奶庙部分的神明 的确是被创造出来的 而且奶奶庙 最大的特色就是 个人承包制 只要你有钱 就可以包下一个钱店 甚至还可以拥有一间财神庙 想要有哪些神明 自己创一个就对了 如果担心神明没有分别 那也没关系 只要加上文字标语 就可以让信众分得很清楚 你看这三尊佛 后面分别是学神菩萨 观音菩萨和生意菩萨 甚至连女财神都出现了 有神明当然就有信众 奶奶庙每年都有 为期15天的庙会 而且还有高达100万名的信徒 到现场参拜 这段期间 寺庙全天不打烊 光是这半个月 就可以有新台币2亿的收入 奶奶庙成为另类的身材之道 村民也根据现实需要 创造出信众所需要的神明 虽然奶奶庙看起来不太可靠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自创神明 的确给信众安心感 高达2亿的相由钱 就是最好的证明 记者综合报导 看完了保平安的奶奶庙 再来看到神秘事件 北大西洋的百慕达三角洲 神秘事件频传 海床上更是疑似 被拍摄到了有类似金字塔的巨型建筑 这也让百慕达三角被称为是魔鬼海域 而在大陆四川 也有一个神秘的禁区 迷魂道 迷魂道是位于在四川瓦屋山 因为是沼泽区 地形相当复杂 所以经常有人失踪 当地政府为了游客安全 就把迷魂道给封了起来 而且迷魂道的纬度 跟百慕达三角洲相似 更是被探险家 称作是陆地上的百慕达三角洲 山路两旁高耸大树林立 还飘散着阴森气息 禁止标语更是随处可见 就是怕游客一不小心闯入禁区 就再也出不来 这里是大陆四川的神秘禁地 瓦屋山迷魂道 迷魂道不止地形复杂 也因为在沼泽区 如果不小心闯进去 更可能会迷失方向 就连经验丰富的当地猎人 进去后就人间蒸发 再也没出现过 迷魂道一般禁止游客进入 但专门管理瓦屋山的工程师 还是得硬着头皮进去 这也让他差点回不了家 瓦屋山的失踪事件 从明朝以来就没有停过 专家推测 这跟山里面的矿产 有很大的关系 就像是白木达三角洲 因为金属矿导致磁场异常 所以许多飞机跟轮船 经过都会发生意外 但瓦屋山其实不大 长四公里宽只有两公里 虽然海拔有2830公尺 但山顶其实是一个平台 而且迷魂道也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会走不出来 也让很多专家想不透 就有探险队想要揭开 迷魂道的神秘面纱 决定组队上山 但却一度迷失方向 但这时发现 罗盘指针像受到惊吓一样 归缩不动 功能先进的卫星定路仪 也有些不对劲 现在没有 没有 还没定上 你知道吗 还在搜索卫星 还在搜索 一直不行 迷路只南针失灵 这些早就在意料之中 探险队也只能继续前进 可是没想到 却又碰到惊人的事情 探险队明明走的是条直线 却又从离出发200米的地方 走了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磁场 使人们产生了幻觉 虽然回到出发点 但团员都平安无事 这也让探险队松了口气 但是第二天 就没那么幸运了 大本云 探险队护教 探险队护教 听到请回答 听到请回答 刘队怎么样 有信号吗 没有信号 有点信号的没信号 对 没信号 赵老师 你看您在GBS上 有信号吗 GBS信号也不强 也不行 能知道咱们现在 确切的包围吗 不能 探险队又再次迷路 而且定位系统 全面失灵 探险队只能等 瓦屋山的浓屋散去 再跟着小溪流走 因为溪水 不管流向哪里 都会是瓦屋山的边缘 而且只要有水 就算长时间迷路 都还可以生存 探险队总算到达目的地 成功从迷魂道走出来 但探险队有专业向导带队 还是好几次迷失方向 更别说只是误闯禁区的旅客 有可能会就此失踪 只能说千万不要跟生命过不去 以免跟传说一样 迷魂道其中其 静得里面来 生还不容易 记者综合报道 再把镜头转到北京 说到了北京 当然不能够不提 具有传统建筑特色的胡同 但是随着城市改造 如火如荼的进行 历史悠久的胡同社区 也成为改造的首要目标 其中一项形式称作插建家 以不改变原有的 环境建筑的情况之下 又保有传统街坊的人情味 不仅是在现代化设计上 满足了生活需求 改造费用也省了30倍 北京的老胡同最早起源于元代 不只是一般的街道 更是城市的脉络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 残破不堪的胡同也不在少数 建筑师为了改造城中老宅 做了一系列的创新计划 其中一项称为插建家 就是胡同的改造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能动那个老房子 我们就想到了 在这个老房子里边 直接插入一个新房子 有别于以往砌砖式的铺牌 插建家采用整体搭建组成 利用夹层充分使用空间 不仅设计新颖 也着重室内采光效果 以及舒适度 在有限的建地上 另外插入一间现代式的房屋 而改造后的胡同 与极具文化历史的建筑外观相比 别有洞天 除了居住条件提升 连日常能耗也大大降低 相较于买楼买房 插建家改造费用 节省了高达30倍 对于屋主而言 这些现代化设计满足了生活中 移居的需要 同时也达成居住在胡同的心愿 成功解决城中老宅的改造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 很多人喜欢搜集娃娃 但是您听说过球形关节人偶吗 球形关节人偶被号称是 娃娃界的爱马仕 因为他的制作很细腻 极度的拟针 大陆男星李成 他跟范冰冰求婚的时候 就是特别从国外定制了这种人偶 要价1000万新台币 而在大陆也有一名雕塑师 他是主打黑暗神秘风格 还开示了一间主题咖啡馆 现在带你一起来一窥人偶的神奇魅力 李成跟范冰冰互许终身 甜蜜的留下合影 求婚的功成之一 可能会让你意想不到 就是这只要价高达1000万台币的 球形关节人偶 球形关节人偶又称BJD 号称是娃娃街中的爱马仕 BJD娃娃 做工细致 极度拟针的外形 让许多玩家豪值千金也要收藏 过去BJD雕塑都是欧美日韩的天下 现在大陆也出现BJD雕塑师 如果是头家身体力完整完整 制作就需要到30个月左右 一笔一画细心的雕出五官 再用小工具跟大货机微调脸型 这时人偶的脸型才算初步完成 这名大陆雕塑师 把兴趣结合创业 在杭州开设了一间BJD主题咖啡店 吸引许多粉丝上门 BJD娃娃不仅可以变换服装 还能修改手脚 头发 风格外形 都随玩家自己决定 球席关节人偶不只是玩具 更提升到艺术层面 美丽的姿态更让人觉得 这些BJD娃娃已经有了生命 记者综合报道